而烏战火将转移目标 全力解放顿巴斯地区 外界认为普通变相撤军 抢领顿巴斯作为新的谈判筹码 香港累计超过百万人确诊 慈气志工从2月开始展开物资发放 让民购自始采购 小女同理患了淋巴海反复发病 多次往来台东花莲 去年底配对成功移植 医疗团队也特别举办了出院派对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3月26号的大爱夜安新闻 我是吕思萱 头条新闻要关注的是国内疫情的发展 现在可以说是南北疫情持续延烧 今天新增了21人确诊 分布在基隆、新北以及高雄地区 基隆新增的5名确诊者都和小吃店相关 所以基隆市长林用昌今天也下令 基隆市所有营业卡拉OK的小吃店 是全面要停业三天来扩大清销 另外在新北树林的科技厂群聚案 今天又再新增10人确诊 另外还有两个人目前都是感染源不明的状态 而分布在中和以及三重地区 而高雄的化工厂也再新增4人确诊 专家就分析新冠病毒的Omocron传播力非常的强 再加上现在国内口罩松绑 民众的聚会变多了 也不排除社区里头还有更多的潜藏个案 再加上下个星期就是清明节连续假期 担心染疫的风险增加 所以也鼓励民众尽量是采用线上追思的方式 来减少人潮聚集 国内26号本土个案暴增到21例 新北市就占了一半 尤其树林科技厂又增加实力确诊 那我们总采检量是采检了900个 那10个里面有9个是新北市 一个是桃园市 那我们总共扣到隔离112人 另外新北还新增两例不明感染源 其中一例在中和 针对职场匡列1185人 幸好全都是阴性 疫调发现他和25号确诊的中和个案 曾同一天进出同一家超商 不过时段没重叠 需要做精英定序确认两者之间的关系 另外一案则是在三重病毒量很高 三重区域的案22701 是三几岁女性为业务员 因陪病需求 那3月25号到医院自备裁检阳性 C值12.3 那此两岸感染源仍未明 那疫调当中 另外和基隆警局案相关 新增5例 高雄化工厂相关也在天寺案 国内疫情才平静没多久 各界担心会不会卷土重来 民众现在对这种防疫 已经开始有一点点放松 台湾绝大多数人都是没有感染过 我们找不到的这种感染 也是2%而已 那我们的疫苗覆盖率又不高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人是 属于所谓的可感数 尤其接下来将迎接清零廉价 人潮南北移动 专家提醒尽快打满三剂疫苗 口罩戴紧来自保 带新闻现场登役中台北报道 国际新闻要看到 俄乌战火超过一个月 俄罗斯的国防部25号突然宣布 第一阶段的军事行动已经完成 而现在是要集中火力对付主要目标 而这个目标就是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要带您先来回顾 俄罗斯在2月24号对乌克兰发动攻击的时候 当时普廷策划要以三面夹攻的方式 分别是从顿巴斯还有克里米亚 以及北边的俄罗斯入侵首都基辅 但谁都没有想到俄军的进攻 竟然遭到乌克兰的奋力抵抗 将持一个多月的时间苦无进展 所以普廷似乎是放弃要占领整个乌克兰 宣告第一阶段的军事行动 已经告一段落要来转移目标 现在是集中火力 全力是要攻打顿巴斯地区 普廷原先认为 这战争开打几天之后 就能够轻轻松松拿下了乌克兰 只是俄军频频会败 这部队也难以挺进到首都基辅 只能在乌克兰边界 可以看到粉红色地区 就是俄军现在占领的情况 还有东部以及南部地区 现在都只有稍稍的进展 所以现在整个计划开始改变了 外界认为普廷没有拿下基辅 怎么可以说这第一阶段的目标已经完成了呢 认为俄罗斯是在放弃攻占基辅 给自己一个撤退的说法 还有一派是认为 普廷现在把重心移到了顿巴斯地区 看重的就是他的侵略地位 并且要切断顿巴斯和乌克兰政府的联系 为的就是要创造新的谈判筹码 写片 选择 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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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尾 如果美国知道他们在等待我们这样的 我肯定他们一定会遇到这里去 俄乌战争32天出现重大转折的吗 俄罗斯军方宣布 在乌克兰第一阶段军事行动 已经大致完成 从三路大军压境 改成集中火力在清俄地区 外界普遍认为 俄军可能放弃拿下基辅 以及控制乌克兰全境 战亡人数各方说法不一 可以确定的是俄罗斯军队伤亡惨重 已经折损六位降级军官 连国防部长都传出心脏病发 三月中旬起就没出席公开活动 设备和战术老旧 情报错误 后勤补给断线 而军联唯一攻下的主要城市 科松都无法完全掌握 相较之下 乌克兰则是在总统 泽顿司机代理下士气高昂 专家分析西方提供的数万枚飞弹 已经成了乌克兰全民皆兵 有机战术的防御支柱 此外 善用无人机重击俄军补给线 又攻不可没 战场情势逐渐翻转 谈判依旧扭布 乌克兰甚至有情报显示 而方下令在5月9号 纪念纳粹德国战败的胜利日之前 结束战争 泽顿司机再度喊话 希望在不牺牲领土的前提下 尽快谈出和平协议 大约新闻秋海编译 法国总统马克宏 在战争一开打 就多次和普廷热线 要求要停止乌克兰的战火 但却不见任何的成效 马克宏在前几天的比利时 参加欧盟峰会之后 他公开表示 法国将会和土耳其 希腊三个国家共同合作 要展开人道救援的行动 期望能在未来几天 要撤出所有想要离开马力波的居民 但这个前提就是 马克宏必须要和普廷达成了新的共识 才能有可能来执行这项行动 因为现在马力波的情况 可以说是相当的危急 长时间的炮火摧残之下 目前还有15万人受困 尽管各国都表态要立贫救援 但是迎接马力波居民的 是无数个绝望和惊恐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到底何时 才能够看见平息战火的输光 耐不住饥饿 民众闯入商店寻找食物 这里是乌克兰东南部城市 马力波 你不能活到网上 你需要 撕在商店 找到热火 做食物 这就是我最悲惨的 战火让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幸存下来的人 纷纷躲进地下室 或蜷缩在残破不堪的家 当地物资严重汇乏 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食物 我们与我们两个人 12天坐在下室里 12天坐在下室里 那里是乱乱的 暖的 有人甚至收集地面上的积雪 融雪当水喝 当地天气寒冷 加上断电 民众的安全岌岌可危 现在我们家里的树 因为人们把热火切成热 因为你需要外面去烹饭 然后有树 你需要避免 虽然俄乌双方多次协调 开放人道走廊 但大多数都已失败告终 让人道危机进一步升级 这些人死了 恐怖的生物 一幕幕画面倒进战争暴行 只有停货 乌克兰人才有生存曙光 大新闻落泽进编译 美国总统拜登出访欧洲 要展现力挺乌克兰的决心 稍早已经抵达了波兰首都华沙 在台湾时间 今天晚上将会和波兰总统再度会面 而波兰是目前欧洲接受 乌克兰难民最多的国家 根据联合国的预估 至少已经安置超过200万的乌克兰难民 如今两国元首再度碰面会谈 拜登也会针对俄乌冲突来发表重大的演说 而战火无情 人间友情战争下 有不少乌克兰的音乐家 是被迫拿起武器来抵抗外敌 在希腊就有一位9岁的小小钢琴家 他自创了曲目 希望能够透过音乐来传递和平 另外在以色列有一场马拉松的比赛 一位乌克兰的选手 希望能借由自己的初赛唤起全球对俄乌战火的关注 也祈祷战争能够躁欲落幕 这场马拉松共有40名乌克兰选手为和平而跑 女将另一个身份是母亲 战争初期带着11岁女儿逃往波兰 双脚在赛道上奔跑 却心细远在乌克兰服役的丈夫 我希望能够尽快要结束 然后我们再笑和笑 镜头来到英国 知名歌手将在三月底 为乌克兰献唱募款 首先我只是想告诉所有乌克兰人 我爱你 我站在你 我非常愿意在下周期表演这个赛售赛售 你好 Ed 身穿迷彩服在千疮百孔的大楼前 和英国歌手隔空对话 要求线上参与此善音乐会 他们是乌克兰著名乐团 如今却得放下乐器 拿起武器 保家卫国 我们并不害怕在砍弃 通过音乐 我们想表明世界 乌克兰是强的 音乐能抚慰难民心 一名九岁的希腊钢琴家 弹奏自创曲 希望能在俄乌冲突中传递和平讯讯 表演结束 灯光熄灭 小男孩表达了反战决心 各界爱心也不断涌入乌克兰 期盼战争早日落幕 大爱新闻落泽靖编译 贝利宾首都马尼拉南方的塔尔火山 在今天早上7点22分的时候喷发 可以看到画面 整个火山灰的蒸汽 是喷到了1500公尺的高空 当局为了安全起见 是立即撤离了上千位 住在火山附近的居民 透过这个画面看到火山口瞬间喷发 眼浆和蒸汽 画面可以说是相当的震撼 塔尔火山在2020年曾经爆发 造成有数十万人流离之所 当时呢 马尼拉机场还被迫关闭 从那之后呢 火山就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 印尼的地质学家表示 塔尔火山很有可能会再次喷发 甚至还会引发海啸危机 想要看更多的国际新闻深度报导 要请您上YouTube搜寻全球视野 可以带您从不同角度来看世界 掌握世界的脉动 再来看到的是香港的部分 香港的染疫人数呢 已经破百万 占总人口的七分之一 如果光看这死亡数的话 在2月26号的死亡人数 达到了294人 而昨天也有192人 是逼近200的数字 而累计下来呢 现在香港的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了6000人 专家就预估 如果这波疫情再恶化下去的话 香港因为确诊死亡 恐怕会突破万人 疫情重挫的香港的民生经济 统计发现哦 2月以来 已经有超过10万人离开了香港 但是对弱势居民来说 生活难熬 连出走的机会都没有 而刺激志工呢 从2月开始就展开了关怀 也发送医疗物资 而这一次呢 还特地送上了 面额300元的超市礼券 让这些经济比较弱势的民众 可以采购自己需要的生活用品 来自各地的物资堆满香港禁司堂 打包 分装再派发 宛如小型的物流仓库 从3月开始香港染疫人数 天天上万人 风声鹤唳 人心惶惶 香港普遍都是第一个物资上的缺乏 深情上都可能比以前 比较没那么开心 资讯上 未必是最根深 不知怎样 我出去不出去 我小儿子这个发紧烧 我是不是带他去医院呢 目前已经有超过110万人确诊 医疗负荷沉重 尤其有一半以上的养老院 都有新冠肺炎的患者 照顾员即使染疫 也无法隔离就医 我们都是要回下班的了 没办法了 但是照顾上确诊那班 又照顾上确诊那班 没事那些照顾上确诊那班 当不担心吗 不担心 不担心 妈妈 照顾得很好啊 因为它最近有疫情爆发了 就变得是有一些物资 比较短缺 长者照顾机构 街友 农户 经济较弱势的社区 都是此际派发物资的重要对象 这次还特地加上超市礼券 要立即解决眼前温饱的问题 香港因为物资供应短缺 变成了所有物价都飘升 其实基层家庭都是百上加筋的 所以我们这次就特别会加了 每一会增加了300元的超市礼券 给他们说 那我们今天就将我们的本草饮 就送到各间医院了 好 行 了 好 行 不是呀 这个制作 21家医院保健防疫物品 志工分散路线 由北到南从早到晚亲自送达 现在这些火是去前线的重点 修正医院那里的 那里那些医护人员 都是走在最前线的 所以我们尽量做后期的工作 来帮他们的情况 怎么今天都好夜先回来 因为点多了 变成其实时间都不是问题 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是帮助送完东西出去 四处奔波和病毒赛跑 用行动和爱一同防疫 但在新闻这项美职工谢晴 香港报导 的确要用行动与爱来共同防疫 也要走入的是社会暗角 在马来西亚 慈祭志工陈宝珠 他在一次次的访试过程当中 看见了弱势的个案 因为贫困或者是生病 面对的是更多的生死无奈 也让陈宝珠 体会到时间的珍贵 更懂得要把握当下 所以他在自己 有能力的范围之内 来为有需要的缘付出 我以前好像没有人生规划 就是走到哪里就到哪里 顺其自然 然后就走个案的时候 看到真的好多都比我还要苦 只是各式各种不同的苦而已 所以就是人生的一门功课来的 所以当你了解了之后 真的是生老病死 这个就是过程和自然法则 所以你就会勇敢地去面对它 解决它和接受它和放下它 因为每一个个案你打开起来 故事全部都不同 各式各样都是苦 观生不尽的也有 所以我们看到来不及的也有 尽心尽力 他需要什么帮忙 能够做到的 就是尽我们自己的能力 去做到 就是说我们陪伴要真诚 真诚地面对他 他才会真诚地坦诚地 打开他的心门 告诉我们 你有真正的付出对人 人家也会真正地对回你 也会当你好像他的家人 有什么心事就是来跟你谈 像有人说我们做这个慈善 就好像在拔苦 但不是什么苦 我们都是可以拔的 那我们就是 我是在做我的范围之内 我能做的 如果说 借借他肩膀 听听他诉说 这都是我可以做得到 你给一个拥抱 好过你讲几百句话 这个也是我们在访识中 所学习到的 台东有一位年仅三岁的梁小妹 她罹患的是罕见的 嗜血症祸群 这是一种 由淋巴流引起的血液疾病 发病的时候会高烧不退 而且淋巴结还会明显地肿大 今年二月 梁小妹顺利接受配对移植 也慢慢恢复健康 所以出院这一天 整个医疗团队还为他特地举办了一场变装派对 要欢庆重生 身上小洋装 三岁的梁小妹妹化身可爱的小公主 在出院的这一天 医疗团队为他准备了这场变装派对 梁小妹妹罹患罕见的嗜血症候群 两岁开始反复发病 二月时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 情况开始好转 那也很顺利的细胞很强壮 长得很快 也长得很多 其实还有很多的挑战 那包含的是感染 包含的是一些我们讲的GVHD 就是所谓的移植物会对抗宿主的这些反应 那身上还有一个聚细胞病毒的一个小问题 那我想大概还有一些药物 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些照顾上要注意的地方 好几次都差点觉得快不行了 你也好可爱哦 经历过病毒感染 肝脏静脉阻塞的危机时刻 梁小妹展现出强润的生命力 渐渐恢复健康 更加活泼好动 父母亲也有信心面对往后的挑战 我本来我真的一开始没有办法接受这个 到现在还可以 你只玩比较OK 可以回家 我真的很开心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所有的医护团队 我想都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支持的力量 因为整个过程很辛苦 观光难过观光过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孩子的笑容 那为了她的笑容 我们做任何的努力 我想我们都是值得的 谢谢 谢谢 专心长大 欢乐的派对 有着医疗团队满满的祝福 期待梁小妹在爱的关怀下 健康快乐的长大 当学黄梦金钟江波 华林报导 嘉宜是全台湾老化最严重的现世 而为了要帮助这些长者来增加肌力训练 嘉义慈祭诊所就成立了活灵运动中心 结合医疗和健身 在一对一的教学之下 要邀请阿公阿妈们动起来 锻炼自己的肌肉力量 面出肌小症的风险 在教练指导下 长者运用崭新的器材 训练肌肉跟关节的力量 这里不是一般健身房 而是嘉义慈祭诊所 最新成立的活灵运动中心 嘉义市长黄敏慧 亲临开幕仪式并实际体验 活灵运动中心结合医疗与健身 降低基少症对长者健康的威胁 造福云嘉地区乡亲 完整设备 一对一教学 让长者安心锻炼肌力 预防胜余治疗 我们用预防医学的概念 成立一个活灵运动中心 主要就是为了提供肌力训练 让年长者不要走到私人这一块 随着活灵运动中心成立 配合高龄医学 用心照护长者们的生活品质 健康乐活 大家记起来 大爱新闻 余建新 黄小娟嘉义报道 世界挖起来 带您看大千事件 大开眼界 联合国统计 全球因为过度开发 有三分之一的土壤都已经退化 为了要呼吁 大家来正视这土壤的危机 在印度就有一位民众 他从英国的伦敦出发 预计要花100天的时间 横跨欧洲大陆再回到印度 沿途他会和各国的环保人士 来进行会谈 希望能借此来提高 民众对环境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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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我们想要关心今天的天气 封面又要来了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封面 冷暖空气的交界 今天早上有一道他的前缘的封面影响 所以有一点赠余 不过不是很多 主要的封面结构 在广东福建这个地方 不断的有云系冒起来 预计今天的晚上到深夜 就开始慢慢的接近 预期影响到礼拜天礼拜一 请大家多留意了 那这波很有感觉 等于是说是一个比较旺盛的对流 对台湾影响会比较久 一直预计影响到礼拜一礼拜二的时间 然后后面可能是礼拜三或礼拜四 又要有一波 等于是礼拜二礼拜三有一点空档 礼拜三礼拜四又有一波 但是接下来到了这个 廉价期间 礼拜六礼拜天到下礼拜一二 这四天预期都是属于东北风的情景 那大家可以期待 目前来看的话 那四天其实水气能会越来越少 东北不迎风面可能还是有一些局部的阵雨 但是已经少很多 会比过去 等于将近有十天都在下雨好很多 那各位可以看到未来到四月初 可能有一些系统 不过这个还太早 各位不用太过待机了 是不是会有台风 纵使一月二月有台风 都是正常的事情 各位真的不用太过紧张 这个季节要来的机会没有那么高 那现在其实这两天要注意就是 不断的有风面婴系移入 容易有些阵雨 整个又加上东北风 那整个要换成东风 可能要在下礼拜二三的时候 请大家留意这样的变化 一下子这个落差是蛮大的 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 都是容易有雨的天气 全台湾都有雨 那以北部是比较多的 礼拜二礼拜三会有缓和 有一点空档 但是随后呢 礼拜四又一波风便会接近 那最近呢 其实整个冷空气呢 在高纬度的地方 还是蛮活跃 蛮容易肆虐的 但是对台湾影响来说的话 不是很大 我们未来呢 这几天呢 的确温度有上上下下的波动的幅度 特别是这两天又要降温了 又回温了 又降温了 那在整个这个清明年假 是属于相对的比较凉凉 干凉凉的天气 在北部中南部呢 相对的比较温暖舒服一点点 所以大致上呢 北部在礼拜天礼拜一的时候 显著的降温 很有感 请大家留意 然后到了礼拜二礼拜三 会回温 但是到了礼拜四礼拜五 又降温 请大家注意这个节奏型的变化 然后中部呢 也是有一点这样的变化 大概这次呢 冷空气还比较强一点点 所以18到20度 然后到高温的时候是20到27度 这个是感觉是每天又都有点落差 请大家留意一下 南部也有一点点 就没有像之前 这么的晴朗 这么好的天气 所以今天晚上呢 各地都是容易犹豫的天气 请大家要心理准备 而且温度要略下滑一点点 明天下滑的更明显 凉凉的感觉会非常明确 不过好在呢 下雨就是雨除最好的工具 空气品质还不错 请大家好好把握 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哦 封面接近 越晚雷震雨会越明显 雷震雨请大家注意哦 听到雷声请入室内 绝对不要多说我都做好事 不会被雷公惊到 请大家多留意了 预计延续到周日一 东北风报道会显著的转凉 下周二会缓和一点点 然后接下来周三 另外一波封面 晚上大概在报道 影响到礼拜四 那清明年假期间呢 目前来看的话 是属于典型东北风的天气期待 大家不用太过紧张 导师可以好好珍惜一下 以上是今天的天气 我们来看详细天气数据 通知灵在这里 注定点灵状 太阳 出品 词 最后扣心 努力 水 收集 封面 水 水 水 寒 过往的传统观念 人往生过后都会要留群尸来保留整个的状态 也导致国内现在器权的比率进展非常的缓慢 而台北医学大学现在透过开设课程 使用的是3D练义技术 就能制造出逼真的人体内脏 来可以填补大体 而进而希望能提高民众的器权医源 生命最后一刻来得突然 宣判脑死的患者圆满了器权的心愿 但捐完后大体恢复完整不再是梦想 每个骨头是分别去跟完成的 就是一群的话可能大概半天到一天不等 时间不等 那这大壳时间可能就会比较久 因为它的期许比较大 包括肝脏 人体等等重要器官 全都是3D练义仿真技术 是用PDLA材料 也就是玉米淀粉 第一个是它比较平价 然后环保 五毒 它在自然界下是可以分解的 我们就是加热然后送起来 高科技成果靠的就是眼前3D练义设备 使作工作方以辅慰家属起步 培养医学系学生人本精神 包括专业素养都需要长时间养成 知道说模型哪边出的问题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件事情 可能就要额外再花好几个月这样子 学生做完的东西有办法去变成之后细绢大体使用 可以捐赠的一些器官 比较大的器官其实都可以 包含肾脏 胰脏 肺脏 肺脏跟性脏 其实我们都有做这样的模型 那这个就是肾脏 然后我们是用压克力颜料 然后我这边还没涂了 等一下会涂蓝色 上色让电影出来的器官更逼近真实 还能作为学生日后解剖教学使用 大约新闻萧志杰 叶宜林 台北舞蹈 荷兰影像最新研究发现 科学家首度在人类的血液中 发现了塑胶微粒 也就是这直性是小于5毫米的塑胶碎片 有些甚至是小到连肉眼都看不到 科学家现在提出警告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塑胶对健康的危害可以说是越来越高 面子挑出不起眼的碎片 荷兰科学家首度在人类血液中发现 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胶微粒 有些甚至小到肉眼看不见 过去科学家曾在人类大脑和肠道 发现塑胶微粒 但血液还是头一次 研究人员采集了22名健康成人的血液样本 其中近8成都发现了可量化的塑胶微粒 当物之急是澄清是否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但科学家表示目前环境中的塑胶微粒还不算高 而随着塑胶污染越来越严重 这危机也会变得更致命 全球每年制造4亿吨塑胶 到了2050年产量将会翻倍 这些塑胶将会继续分解成微小碎片 提高环境中塑胶微粒的含量 最终反噬人类 大爱新闻洛泽靖编译 这几天又开始下雨了 这是搭搭的贴气 提醒您如果家里的药品或者是营养食品 最好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受潮变质 尤其是在药罐当中都会存放一团棉花或是干燥剂 很多民众认为这就是拿来除湿 避免药物变质所以不会取出来 但药师说这可是错误的观念 网友PO出自己在美式卖场买的保健食品 说吃完觉得味道怪怪的 于是拿回店里想退货 店员告诉他以后记得里面的棉花和干燥剂都要拿出来 让他打了一个大问号 这不是用来除湿的吗 你会拿出来吗 不会 你打开之后 你手都会有水分之类的不是吗 那那个就是吸水用的吧 如果有挡到我的药我就会拿出来 你要说那个打开的时候都要拿出来 不然对里面那个品质会改变 正确答案是干燥剂和棉花都要拿出来 原本的干燥剂的话它是去吸湿他们药品罐子里面的那个水汽 避免说产品变质 但是当我们一开封之后 我们药品会一直开开关关 那会使得里面的干燥剂跟棉花 会吸湿更多的水汽 可能会让里面更潮湿 一旦开封 无论是药品保健食品 存放都要避免高温日照潮湿等环境 如果它还没有开封之前 它可以存放到它上面瓶子上面 有上面所写的有效期限 定计的部分或者是一些裸妆的产品 那建议的话就是开封后 基本上就是六个月内 就是半年之内把它用完 那例如像是药水 就建议的话开封后可能就是一个月之后就要丢弃 如果这些东西炒解变质 会发生粘在一起 颜色改变或摸起来湿湿粉粉的 要是建议就别再使用 大约新闻线山李建宽 台北报道 来看到这个是曾经年少轻狂脾气暴躁 甚至还因为一时的冲动 组成帮派的慈激之工谢云松 他在偶然的机会里头开始接触了慈激 并且转身变成了关怀病火的放肆志工 特别是在关怀更生人的时候 他总能用自身的精力来鼓舞对方 也因为频率非常的相同 也容易引起共鸣 这效果也就特别的好 请问我是谁 哎呀师傅 拿啦 等你很久了 真的啊 不好意思 这张哦 这张就像小弟姐好 你知道你是做了什么事 为什么可以走 妈妈小弟姐 妈妈 还有帮忙 还有帮忙 帮忙 帮忙 对 嗯 你好帮 人家来看你啊 帮过来 帮忙 就是脑溢血 不请人事啊 就一直在交互病房 好像住了两三个月吧 之前都还要喂他 现在大小便也不方便 就要帮他用 没有服好 结果自己就帅下去 然后我拉他也拉不动啊 然后我就跑去外面求救 有一阵子啦 曾经想过不想活 真的 对 对 他就是说 像比如说我妈妈入住90天之后 是安养中心的 没有 副理师 比我们年长的部分 把他当作是我们的父母亲 比我们年小的 我们把他当作兄弟姐妹 一开始我们的确是团队是无力感 带了一个很眷累的部分 那高先生看到我们是有一种畏惧的部分 师姐来做心理上的一个关怀 心理上的一个资助 案主的部分 那几乎都是我 来做跟他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沟通 一个男子对男子的一个自己的打招呼 加油 加油 他马上做动作回应我 用这个回应我 好 这就是我们跟 他缺失了一个动作 对 给你败 给你败 败 这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 就是这样子 对 很好 很好的感觉 太高兴了 开了 然后他就讲一些 没有 我觉得他讲话 好像把读诗书在 懂很多 小时候家里非常贫苦 常常被启示恨 不甘心 就组成就是所谓的就是 盲牌 我讲不到三句话 他就开始飙起来了 脾气就上来了 一开铁门啊 所有的小孩子全部滚回房间里去 你说关于离婚的那一个部分 对 大家不要再互相这样子折磨 这样子的一个婚姻的方式 是不是适合的 也已经跟我判了死刑了 就是她的儿子是假释出来 一条短裤全身赤容赤负 那么我们师姐就吓了 吓坏了说 师兄你们可以陪伴我吗 那让我们就是有个安定感来做方式 因为我们是在做好事 我从更生人的个案里面看到我过往 这又提到说我过往也曾经放荡了这个人生 所以说兄弟妹 可以在半年当中接了12个更生人的个案 我到你来家 我不是启示你的身份 我只是来为您拔苦 为您解决事情 就是接个个案 对我不友善情况之下 到后来也成我的会员 大侧大乌的部分 入慈祭 进入慈善 看了这么多个案 看了里面很多 艰苦之谱的很愧疚 过往很愧疚 她多做了哪一些事情 当然我就会尽量 她必须需要我的时候 我也都会在身边 她最关键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真的还是慈祭 因为我发现有一个可以自行 就算亲戚也没有这么好 我们跟她又不认识 她对我们的关心 我们感受很深 那天你不是跟师傅讲说呢 师傅怎么没有来的呢 对啊 高血压没有 高血压 高血压没来 高天就打高压了 是是是是 我就怕你想念我 我就打电话给你 这就是平常我们跟暗家 在互动当中全人全家 平东县环保局呢 最近查清了一处 违法堆制的废木裁场 结果发现这个业者呢 两年来三度违法 甚至还引发了严重的火警 监视器拍下货车抓斗 正在清运木材 埋伏机场人员立刻开车 在门口来个大转弯 停下堵住入口 所有人车都跑不掉 往里面一看 走道堆满废木 上面还停着一台怪手 但这业者已经不是出犯 去年三月 违法堆制的废木厂 大火闷烧多日难以扑灭 两年来已经三度 非法堆制木材被抓 不只这家业者 屏东的墓地 河川地 常因人烟稀少 被偷盗废弃物 其实废木材不止丢弃 事业废木可依法申请再利用 而农废物 环保单位也多半有破碎场 可协助消化 各地的废木材 或是废弃物处理的地点 其实合法的地点是比较少的 那当然对业者来讲 我把这个废弃物 任意弃制或者是堆制 那是最省成本的做法 就是因此将而有利可图 那就业者投机会停而走线 便宜形式的心态造成 违法业者有利可图 但依法处理废木材 才能与大地永续共存 大爱新闻 陈云珍林道明 屏东报道 以上就是这一集的 大爱业安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